宁波天一广场的国际购物中心一楼 有一家卡迪亚门店 6月12号 王女士在这里买了这块手表 花了38,800 我朋友嘛 他当时是520那天 5月19号买的手表 他是在合一大道买的 那时候是1万减600的活动 我当时我问了他有没有这个活动 我说有没有什么活动 他说活动没有的 我们平时也没有折扣的 王女士说 他打算给丈夫也买一块手表 所以留了销售的微信 6月17号 他跟销售聊了一下 结果对方告诉他 6月18号有活动 满1万减700 如果他告诉我6月18有活动的话 那我肯定选择6月18来买的 然后我自说了 后面要买那个什么 再买一块蓝表 他就告诉我6月18有活动 我不能接受 那才不到一个星期 那就有活动了 一下子就有活动了 从聊天记录看 销售解释 这个活动他们也是临时得知的 并表示这是广场的活动 跟店铺没有关系 对方还说到 卡蒂亚本身就不做活动的 王女士不认可 她觉得即使是商场的活动 那也会提前通知商户 让商户报名参加 而不是临时通知 卡蒂亚门店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满一万减七百的活动 不是他们的活动 至于其他的 他们表示不方便多说 并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 记者没有收到 卡蒂亚方面的回复 记者又去向商场核实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商场的活动 只有满一千送一百二 满三千送三百六 这样的模式 并没有满一万减七百的活动 这家卡蒂亚门店 也没有参加商场的活动 王女士打算 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情况 188黄剑记者报道 卡蒂亚门店 一位洋主管后来回复称 国际购物中心旁边的 合一大道购物中心在做活动 那边的卡蒂亚门店 参加了商场活动 公司决定两家门店保持同步 因此他们店也有了满减活动 但是在6月15号晚上 才接到通知 事先并不知情 考虑到购物体验 他们已经跟客户达成一致 进行退货退款